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学习讲书当中来 这一次我们会讲到在TensorFlow当中如何处理overfitting的问题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overfitting 在机器学习领域当中呢,overfitting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也就是呢,比如说这边是一个classification的一个问题的话 如果我正常的预测的话呢,那黑色线的右边呢 就是我的这个蓝色的data的区域 我的一个class图蓝色 那我的黑色线的左边呢,就是我的一个红色的data的区域 那我可以很好的用肉眼区分开来 如果我画一条这样子的黑色曲线 如果机器学习的太好了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testdata呢,把它全部都非常精准的囊括进去 把蓝色的,即使这边有个蓝色的,蓝色的都已经囊括进去了 所以呢,这是overfitting的曲线呢,就是这一条绿色的曲线 那在实地运用当中呢,保管这条绿色的曲线并没有这条黑色的曲线那么好的把我们这两个data玩好很好的区分开来 所以呢,我们要避免让机器学习学成绿色的曲线 转而呢,我们要让机器学习很好的一个学习呢,就是让它学习成这种黑色的曲线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表达形式,如果是这种regression的问题呢 那我们的data point其实是一条曲线,对吧 那这一条呢,就是它underfitting,它没有成功的表达出这条曲线 那中间的这一种曲线呢,它就是机器学习当中已经很好的囊括了我的所有data的特征 但是呢,overfitting呢,它虽然这条曲线经过了每一个data point 但是呢,它往往不能预测其他的,如果我在这边还有一个点的话 或者在这边还有一个点的话,它不能成功的预测这两个点 所以这样子的呢,就是一个overfitting的问题了 那简单介绍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要在TensorFlow当中呢,实现怎么样避免overfitting 在TensorFlow当中呢,它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叫做dropout 我不会特别详细的说明什么是dropout 但是你可以在Google或者百度当中搜索什么是dropout 来了解一下它的功能 那我先会把这一个,这是从我们上一次练习当中得到的一些data 然后我改进了一些,比如说我input data呢,是用sklearn当中的一个dataset 那你可以在我的视频描述中找到这一个练习的链接,然后下载它进行练习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脚本讲的是什么 它先呢,是我加载我的这个digital data,也就是从1到从0到9的一个数字的图片data 然后呢,我把这个y呢,把它变成一个binary的,就是说y呢,它就是如果它表示的是数字1呢 它就在,它有10个长度,那么它就在第二个长度放上1,那表示它数字1 就跟我们之前在,呃,以前的练习当中用到的那个,呃,mnist的data是有点类似的 然后呢,我把这个,呃,xy呢,分成train data和task data 呃,这边呢,是我们以前加的这个add layer功能 然后呢,我们,我们输出,呃,这个cross entropy,然后把cross entropy当成我们的loss记录下来 呃,我们会用tensor board,我们会用这个tensor board去来显示我们这个loss的变化曲线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完善这一副代码 呃,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呃,我看看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add layer 我们,我copy一下我这边的代码 add layer呢,我们add两层,一层是隐藏层,另外一层是输出层 隐藏层呢,它这个,呃,sklearn当中的这个digital data呢,它的x是64个单位 那我这边就要输入64,然后它输出呢,是10个单位 分别描述我的0123456789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layer1呢,它的input是access,然后它有64个input 我要把它输出100个,因为为了更方便看出我们的overfitting的问题呢,我输出100个 然后把这层,呃,layer呢,叫做l1,我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是,呃,tf.nn.10h 用这个呢,呃,我试过其他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或者是不用activation function 它都会爆出一个错误,因为它会,怎么说,它在处理信息的当中呢,它会,呃,把我的信息变成none 所以呢,用这个呢,会避免那个问题 然后呢,我的prediction呢,是从输入,是输入我l1当中输出的data 然后它有100个输入值,我要输出10个,然后我把它命名为l2,然后我的activation function是softmax 呃,当我计算这个loss的时候呢,我计算的实际是cross entropy 然后把cross entropy放在我的summary当中,最后呢,我在tensorboard当中去记录它 如果你还不了解什么是tensorboard呢,欢迎收看我以前的这个课程 嗯,后呢,我们用,呃,grading design optimizer以0.6的学习效率去学习它,然后minimize这个cross entropy 呃,最后呢,我们要merge all summaries 然后呢,我们要记录的是两个summary,一个是turning data的summary,一个是task data的summary 所以呢,我们要用两个,以前我们只用了一个,但是今天我们要用两个 啊,一个的training writer,它的是summary writer,然后它记录的地点呢,是我的lux,然后第二个文件夹是train,然后它记录的是session.graph,然后test呢,它这边记录的是test,所以它会把文件都存在我的,分别存在我的training和test的这两个文件夹当中 然后,我再initial all variables,最后呢,到了这边,我每一步,我学习500步,每一步呢,我都呃,学习这个training step 然后我把它输入X圈和Y圈这两个值,呃,在record loss的时候呢,我就record,呃,这两个东西 我就record,呃,train result,然后我是用session.run merge,merge就是这边,我的所有的summary,然后呢,我fit dictionary呢,因为它是train result,所以我就fit呃,这个 这个x圈和y圈,它是test result,我就fit xtest和ytest,呃,再然后呢,我就要把它们加载到我的这个summarywriter当中 也就是trainwriter.add summary,跟我们以前上节课所说的tensorboard当中怎么样加入是一样的,呃,然后呢,我trainwriter呢,我加的是train result,然后记录它的这个 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i的这个点,第i次学习,然后test right呢,我记得都是test result,也是第i次学习的test result 呃,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呢,在tensor,呃,tensorboard当中呢,它好,貌似一定要有一个,呃,histogram summary 因为这节课我只想输出这个loss嘛,这个cross entropy,但是我,我之前没有,没有写这一句话,然后它一直给我报错,报错,然后我当我加上这一句话以后呢,它就不报错了,那可能就是说呢,我可能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histogram summary,和这个scalar summary,才能正常的输出到我的tensorboard当中,所以呢,我在这边加了一个histogram summary,用来表示我的这个output 我记录一下我output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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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那好,我们先运行一下,呃,等一下哈,我把我的,我把我的这个log先删掉, 为了避免它重复,所以我先删掉,然后它再重新写入,我等它运行完,好,它运行完了,大家就可以看到我这个log当中呢,有一个test data,有个task data的这边,然后还有一个tran data,它都记录好了,然后呢,我就要到我的terminal当中,这是我的terminal,呃,我要把我的根目录呢, 放在我的桌面,你,你这个log的根,你这个logs的根目录在哪里,你就要,你就要把这个,呃,你就要把这个根目录放在哪里,所以呢,我这个要是到我的,呃,desk,top,我的根目录是desktop,然后我再用tensor,呃,tensorboard,然后,叫什么,叫,呃,log directory, 等于logs,好,应该没问题吧,然后我再复制这一个链接,把它复制过来,好,呃,在我的event下面呢,会有一个loss,然后我点开这个loss,大家可以看到,这个loss呢, 它,呃,它有一个tranning data和task data,红色的是task data,然后绿色的是tranning data,他们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点分岔了,那我的task data呢,呃,会,它的精确度呢,会小于我的tranning data,就是它的误差呢,会大于我的tranning data,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它有那么一点点的overfitting, 啊,这不是很多,但是它有一点点overfitting,那我们怎么克服它呢,大家先记住这一张图,然后呢,我要用这个dropout的功能呢,去把这个overfitting的呃,结果去除掉,那我怎么用dropout呢,dropout其实就是要加载到你这个结果当中,我把这个结果的50%,呃, 呃,舍弃掉,或者丢,或者不考虑它,那呃,每一次呢,都是任意的50%,然后这样子呢,会很有效的去避免一个dropout的,呃,影响,那,呃,呃,我就其实呢,我就可以,我首先,首先你定义dropout之前呢,你要,你要输入一个叫keep probability,你要,呃,你要一直保持多少的,呃,结果不被drop掉呢,这个就是keep probability, 啊,keep probability,然后这个也是一个placeholder,它没有定义形式,它只有一个百分比,或者是零点几的这个形式,一般呢,它这个keep probability呢,就是加载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20 step的输入值,那么这边是keep probability probability,然后一般呢,我们会有0.5,就是50%被drop掉, 啊,那如果你是想drop掉百分之四百分之四十呢,那你这边就要写0.6,因为1减0.6是呃,被drop掉的,那如果你想保持,它这个意思是保持百分之六十的概率,是不被drop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我在我的呃,train result当中呢,这个keep probability呢,我就把它输成1,因为我在我记录result当中呢,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drop掉任何东西,啊,这边也是,我不要drop掉任何东西,所以我记录的时候呢,keep probability变成1了,然后drop功能,主功能呢,是加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让我先copy一下,也就是这个,呃,我tf.nn.dropout,就是dropout的功能,然后我要drop掉这个的50%的结果, 那我的keep probability呢,就放在这边,然后我输出的呢,就是我更新过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再run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应该没有什么要改的吧,少等一下,哦,哪个地方错了,我刚刚系统爆出了一个错误,它是因为我这边的,呃,这个, 这个output的个数呢,太多了,我把它减,从100减到50,然后这边的,呃,这个output layer呢,它的input就变成50,啊,它的output变成10,啊,然后呢,我们看一看,没有dropout,就是我全部保留的话,也就是没有dropout的话,看看它如果等于,它这个每次train的时候呢,它等于1的结果,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它会有这一个,呃, 嗯,overfitting的问题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我们先,先把这个log删掉,然后我们再run一下,其他的我都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一下,这个1,呃,还有这个,呃,百分之五,呃,就是50,从100改到50,然后呢,我们再像之前一样, 像,像之前一样,tensorboard,然后,lock directory,locks,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呢,就是它有一点点overfitting的感觉,哈,就是我的task data,它没有到达跟train data一样的地步,但是呢,如果我, 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呃,drop probability这个地方呢,每一次train的probability呢,把它变成0.5的话,那我先,我先删掉,我先删掉这个lock,以免它重复,然后呢,我再次的运行,我再次的运行,它没有报错,好,它运行完了,我们就开始,呃,开始再运行, 再一次的,看一下我们的tensorboard,这次呢,我们,放在另外一个窗口当中,你看它的,它的相差度呢,就被减小了,而且它们是非常相近的在一起,我们对比一下,之前没有被drop out的,你看它们两个相隔还有一段距离,而且相隔的越来越大,train data呢,它就一直在往下降, 但是test它呢,它就一直,就已经不动了,但是如果你有drop out呢,它的overfitting的问题呢,就被解决了,你看这边它就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如何在tensorflow当中呢,运用我们的drop out,去解决我们的overfitting的问题,有了,那有了这个基础呢,下一次呢,我们会尝试去讲一下,这一个CNN,也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视频,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点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问题呢,欢迎在下面提出,我会不定时的解答,那如果你想观看更多tensorflow,或者是其他机器学习的这些教程呢,欢迎订阅我的视频,我会有更多的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个教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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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